高原试驾路虎发现体验公路越野性能 路虎在2017年3月推出新一代发现车型 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 很多人大概已经早已把车收入自家车库 而没买的也可以考虑一下 虽然在4月份推出的2018款车型 但内饰方面变化并不大 最大的改动在于增加了2.0T发动机 由于时间和路况的原因 新一代发现相比于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取消了大量结构 采用旋旅车身相比于上一代 总体减重达390公斤之多 操控方面很大的改进在于 开起来不再那么呼呼由由了 而且你可以用比之前更快的速度来通过弯道 城市驾驶感受提升很大 以前用比较高的速度过一些急弯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车身和底盘是分离的 操控感并不好 但现在你会觉得车身是一个整体 驾驶员的信心更足了 在公路驾驶发现还是挺轻松的 坐姿很高 视野也不错 方向盘很轻巧 不需要太大的力气 就可以操控 420升机械增压发动机 依然与8档自动变速箱相互搭配 最大功率为340马力 空置扭矩为450纽米 420升机械增压发动机 在高原上有很好的动力表现 超车很轻松 另外在高转速时 机械增压独有的声浪 也会让你更愿意 把油门踩得深一些 感谢观看